柯文哲現在他的方式 其實只有一個 我來跟賴清德對決 而且我要 他如果單獨勾判 他根本就不太甩柯文哲了 你當你的總統 你不讓我們當行政院長 我們每天火絕你所有的主張 你柯文哲就變成 掛一個總統的名字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國民黨當我護手 完全沒有用 如果總統不授權給他 他連里長的能力都沒有 很多人想說 還可以合 那就是把國民黨滅掉 最主要有三個主張 一個主張就是 我們不會主動去要求合 但是我們也不會排忌 所以最主要是這樣 那這樣的主張 對 當然對很多支持者來講 他是有想像空間 就是說柯文哲 會不會跟 柯友宜會不會有合 當然有很多人有想像空間 那這種想像空間就是說 他們合的話 打敗賴清德的機會比較大 既然大家都是要讓民進黨在野 所以大家就要下來 可是他的困難度在哪裡呢 在於柯文哲 我老實講 因為國民黨的主張沒有變 柯文哲的主張一直在變 那柯文哲不贊同 他不贊成用下架民進黨 柯文哲公開講他不贊成用下架民進黨 那你不下架民進黨你在嫌什麼 現在最大的敵人是民進黨 各位我講 我講的東西很直接啦 我也知道很多網路啊什麼那些 那些流浪狗在這邊 也不曉得是真是假 利盈的走狗裝作柯文 或者裝作郭文或什麼 但是這些人不要臉的畜生啊 其實是不用在那邊擺這些 有的沒有的 我老實講 我講的東西從來不講假的 那我挺國有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國民黨國際長期執政可以帶來兩岸的和平 只有國民黨做得到 其他人都做不到 包括柯文哲、郭台銘都做不到 因為簡單講嘛 只有國民黨他承認九二公司啊 柯文哲從來不承認九二公司 那我們九二公司是過去大家互相往來的 不只默契而且是一個指標 你現在把過去往來的東西通通否認 不管你做生意或做朋友 這些都不要再提了 我講這是一個簡單道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來有互相信任的基礎 你要把它推翻 那就沒得談了 中共他的意思就這樣 而且他的動作也就是這樣 我簡單講 那你把這些東西秉除了以後 台灣才能好好做經濟嘛 你知道台灣的出口已經連死黑了 我們現在過去出口的東西 現在只有四分之三可以出口了 將來會更慘 現在已經確定了 那我昨天看了所有的報表 我們鋼鐵業出來喊話了 鋼鐵業已經死一黑了 鋼鐵業七年同期少了百分之二十幾的銷售量 你台灣要靠什麼 你現在其實經濟在走 走向低迷啊 對不對疫情後大家說一定會 恢復過去的盛況沒有 各國都有只有台灣沒有 你就知道他的兇險是很大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柯文哲現在他的方式其實只有一個 柯文哲講這些話的用意 所以也不忘記也不怎麼樣 他其實在操作一個東西 這衝擊是什麼 這東西就是我來跟賴清德對決 而且我要棄保國民黨 各位你說哇好大的口氣 沒有錯 各位你們看新聞 或者聽新聞 大概沒有人聽過像小董講的 我百分之百跟各位講 柯文哲現在的動作就是在棄保國民黨 等國民黨變得很小 大家覺得國民黨也不會當想 乾脆來挺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現在就要騙國民黨的票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國民黨很多人當然就覺得 柯文哲不要有勝選機會 而且他也是可以下架賴清德 柯文哲最主要講什麼 柯文哲說我如果當選 我要找最大的黨 因為他的台灣民眾黨 絕對不會是最大黨 因為他連區議立委73席 都提不出民和了 你知道現在剩五個月 台灣民眾黨提名幾個人嗎 八個人 這些只提名八個人 別的政黨都提版了 至少都提到70了 總共73啊 國民黨跟民黨大概都提到70了 柯文哲只提到八個 因為他找不到人 沒有人要去選 第一個你要選立委 先繳保證金 保證金繳了以後沒有到沒收 百分之百不會當選 就民眾黨百分之百不會當選 這是他們自己也知道 那我何必陪你玩呢 對不對 因為我下去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變幫柯文哲跑腿 幫他張樓 柯文哲說我要動員 你就要去找多少人來動員 動員是要花錢的 對不對 你憑什麼 憑什麼我們這300個人要去 柯文哲的場子 從台東到哪裡 台中到哪裡 對不對 就是被你使喚來使喚去 這個是很花錢的啊 你說花什麼錢 你不要把這些人再去啊 你教他自己 他是你的支持者沒錯 你教他自己花錢 去賠柯文哲去前程去造勢啊 怎麼可能 不要吃三餐不要吃便當嗎 要我告訴你 那種開銷都會有 你說那最多是幾萬塊幾萬塊 累積起來不得了 而且要花很多時間了 各位朋友 一般人不像像我這種 長期在跑銜級 我很知道這些運作 所以柯文哲現在連 這些區域立委的候選人都找不出來 他很清楚 所以他講 只要我柯文哲當選總統 我會找 最大的在野黨 因為他就變執政黨嘛 最大的在野黨來跟我合作組閣 各位朋友 這裡面有什麼兇險 他兇險太明顯了 柯文哲如果當選的話 他是第一高票 第二高票是誰 絕對是賴清德嘛 那第三當然就佛友宜嘛 那賴清德如果是第二高票 顯然他百分之百 民主進步黨絕對是台灣第一大黨 什麼叫第一大黨 就是在立法院的席次最多 這是必然 因為他選第二啊 那佛友宜如果選第三 國民黨一定立委也被肉小化嘛 這是常識啊 各位朋友 我講新聞很多常識 那我希望柯文哲或其他那些流浪狗自己去想一想 像你們這種畜生的行為 每天在那邊當別人的爪牙 你們覺得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那柯文哲要找最大在野黨 最大在野黨是民進黨 那他跟誰合作 我老實講 柯文哲現在盤算他只能拿不溫期立委 柯文哲立委就是政黨票 柯文哲如果最高票的話 他的政黨票也不會最高 那不會最高的話 柯文哲立委就是有34席嘛 過去國民黨12席 民進黨12席 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5席 那時代力量3席 我們台灣的不溫期立委就這樣分啊 那柯文哲有人問他說你會拿多少席 他說我這次應該拿8席 他要把時代力量把它消滅嘛 時代力量是一個勝利的黨 太陽花的黨 黃國昌的黨 那表示柯文哲是什麼主性 柯文哲當然就是綠色的屬性嘛 他自己才會這樣講 那他拿了8席 國民黨跟民黨 各拿13席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如果照這樣去分配的話 因為現在在立法院也是這樣分啊 所以你這樣分的話 柯文哲選上以後 他的合作對象是民進黨 而且是由民進黨的人來阻隔 各位我給你 勾勒出一個大的方向 柯文哲當總統 鄭文燦當行政院長 因為他現在是副院長嘛 不可能陳建仁在當嘛 對不對 他現在的情況就這樣 然後內閣呢 內閣當然90%以民進黨為主 因為民進黨在立法院多啊 而且民進黨如果沒有單獨勾判 他和柯文哲這8席就會勾判 他還是穩定的一個內閣啊 那他如果單獨勾判 他根本就不太甩柯文哲了 你當你的總統 你不讓我們當行政院長 我們每天火絕你所有的主張 火絕什麼 預算案 火絕你的法律案 你柯文哲就變成掛一個總統名字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你還要做我連你總統府 總統的特別預算 特別基要位 我通通刪除 你一毛錢都沒有 立法院就這麼大你不知道嗎 各位我講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很多人因為他不像我跑政治這麼久 他會覺得哎呀 怎麼樣怎麼樣 他講那些都是鬼話 郭台銘已經被柯文哲放生了 不要再來跟我糾纏 那你就自己去玩你自己 你要選就自己選 那我柯文哲走自己的路 走到我的路就是要棄保國民黨 那我如果棄保不了的話 我歡迎國民黨來當我的副手 他的動作就是這樣 那他會看情況來 對不對 國民黨當我副手完全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的政治 他是首長制 副總統如果總統不授權給他 他連里長的能力都沒有 我們地方最基層叫里長 副總統什麼都不能幹你知道嗎 你沒有一個章可以說 我核定誰誰都沒有 我當里長我還可以核定說 我這邊的老鼠要花多少 這邊的什麼經費我要花多少 副總統任何權利都沒有 很多人想說可以核 那就是把國民黨滅掉了 國民黨連一個人事案 一個科長的指派能力都沒有 你知道嗎 副總統就是這樣 副總統只有一件事情在做 他每天睡醒了看總統死了沒有 總統如果死了我就是總統 所以當副總統唯一的工作就是 等總統死 我老實講 全世界所有的副總統都是這樣 不要被騙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呼吸人體健康 激活 altern YK Hund 喝